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参观的柬埔寨总司令都非常感兴趣 甚至还进行了亲密握手的互动 据说当时有很多外国友人围观中国的狗子 眼睛都要冒光了 就问谁家不想要一个这样硬核的伙伴啊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中检金龙2024连演于当地时间16日 在柬埔寨王家军某训练基地正式举行 据当地媒体报道 柬埔寨王家军司令部发言人唐素立摩介绍称 自2016年首次演习以来 检中两国军队金龙系列连演已成功举办了5次 据美联社等外媒报道 此次参演人数共2075人 检方1315人 中方760人 参演装备包括坦克 装甲车 情报设备 排报设备和化学品输送设备等 在海上演习方面 有14艘舰艇和两架直升机参与 演习预计持续半个月 此次演习主题为 联合反恐行动与人道主义救援 陆上演习课目包括围绕城镇街区解救人质 和山区营地围肩倾角 海上演习则涉及反劫持行动 演习将通过混合编组 协同训练 研讨交流等方式 分阶段组织相关技能训练 战术训练和连贯综合演练 在演习期间 中方还开展了多项人道主义工作 如向驻地周边村民和学生 一枕送药 赠送学习用品等 此外 双方还将组织体育比赛 和文艺演出等文化交流活动 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融 增进友好情谊 而据环球网报道 在联合军演期间 解放军带去的一款战斗机器狗 吸引了大量媒体和检军高层的目光 这段解放军遛狗的视频 甚至还被传到了海外 顿时就引发了全世界的轰动 在本次联演期间 解放军的机器狗 有两个不同的型号 并且还执行了多个实战化任务 既有勘察模拟战场 帮助作战分队提前了解战场情况的 非直接作战任务 也有直接背上步枪 突入敌军掩体的战斗任务 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第一款机器狗比较轻量化 重量约为15公斤 配备了一个4D广角感知系统 装备了上下型数据链 能够直接将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上传到指挥部进行现场直播 在视频中我们能看到 该款机器狗还展示了快速前进 握倒 后退等战术动作 甚至还能够进行跳跃 这对于机器狗来说 可以说是一大突破性的进步 而强大的电池 使其能够连续工作2-4小时 自动化系统还使得它能够 自行规划渗透路线 避开障碍而接近侦察目标 同时在机械骨骼上 也可以做出更多的动作 比如机器狗可以进行趴窝姿势 更好地隐蔽自己 也能立刻从四族姿势 变为两族自立 整体的平衡性非常好 为了展示机器狗的良好性能 机器狗还双手合十 与柬埔寨的总司令进行了互动 后面机器狗还伸出了自己的手 和柬埔寨总司令进行了握手 看得出来 这位总司令还是非常喜欢 这套无人装备的 毕竟在东南亚的丛林地狱中 有这么一套机器狗 那很多依靠人力进行的侦察任务 就可以轻松多了 而另一款机器狗则是攻坚手 它的机动性不如前者 重量达到了50公斤 而它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拥有强大的火力 和可靠的突破能力 在演习中 解放军展示了该机器狗 背负95式自动步枪进行射击 担任作战小组兼兵 突入建筑物的画面 据悉 它还具备侦察 自主识别 并打击敌对目标的能力 战斗力可以说是相当不俗的 还有报道指出 该机器狗还能换装 95式搬用机枪和大容量弹鼓 届时 该机器狗甚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步兵小队的机枪手 有效提高解放军步兵班组的火力强度 小编想 今后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还会有指挥机器狗的出现 它们会根据战场的环境 自行指挥下属的各个机器狗小组 进行侦察和作战 这或许会完全改变未来战争的规则 到时候天上无人机 地面机器狗 真正从机械化到机器化的时代 就要拉开序幕了 而主导这次转变的不再是西方 而是我们中国人 就像一位新疆网友所说的 一觉醒来 发现列强竟然是自己 不过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感觉就像是在看科幻片一样 那些外国友人可眼缠坏了 想要可以 得加钱 还有这位安徽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事情吗 毕竟都2024了 不会还有的国家 连空间站都没有吧 有个机器狗士兵 实在是太简单了 感觉这位安徽网友飘了 不过小编就喜欢你这得瑟的样子 其实这种机器狗 早已经装备到解放军的部队了 解放军西藏军区 在去年就公布过这样的信息 他们在中印边境紧张对峙的地区 首先部署了最新研制的机器狗 比如 某旅在执勤的时候就使用了机器狗 在训练的时候也使用了机器狗 与装甲分队协同作战 在战术突击演练当中 机器狗在进攻时 可以在控制员的操作之下 起身前进进入临战状态 接近目标火力射程之后 迅速瞄准目标 精准开火射击 而这个射击的精准度 是人力无法逼你的 中国某军工企业研制的一型机器狗 总重量250公斤 载重能力150公斤 最高速度为每秒1.4米 用这样的速度来行进 续航的时间可以在两个小时左右 机器狗还可以在地下管道 洞穴 丛林等复杂环境下执行 抵近侦察 监视 火力倾角和协同打击等作战任务 机器狗在街巷作战行动当中 同样能够大显身手 反应速度比人类高出50倍左右 在夜晚执行任务也没问题 只要配备了 红外感应和雷达设备就可以了 还能用于城市巷战 例如机器狗可以爬楼梯 冲进房间作战 排除地雷 如果再配以各种武器 比如榴弹 震荡弹 烟雾弹等 将使隐蔽之敌 无处可藏 如果有必要 还可以在它的腹部装配 寻爆装置 可以在一米的高处触发 使得巷战和狭小空间内的 杀伤能力更强 像在柬埔寨展示的 这两款机器狗 就可以担当上述任务 当然了 从理论上来说 遥控机器狗确实是存在 被敌方电子干扰的问题 但是在真实的作战当中 敌方根本就来不及 及时有效地 对机器狗进行电子干扰 相对于普通士兵 既能够减少在近战 巷战当中 非必要的人员伤亡 增强战术分队现场态势 感知能力 又能取得齐袭的效果 对于增强中国军方 轻步兵的作战能力 具有重要的战术意义 如今 机器狗已经出国行动了 今后在边境自卫行动 和岛上军事行动当中 一定会立下其功 不过此时 一些美国专家 却跳出来对此表示了不满 有美国军事分析师 在字节网站上刊文 指责解放军使用机器狗 执行杀伤性作战任务 宣称解放军触碰了 道德上的雷区 必须禁止无人平台 具有杀伤人类的能力 他甚至还表示 美国应在联合国提出议案 要求禁止在战场上 使用这种杀人无人机 小编想 这位美国学者 也不一定是什么人道主义人士 事实上 他之所以想要美国禁止机器狗 是因为他知道 美国在这一领域 已经落后于中国 机器狗这玩意儿 当年公认做的最好的 是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公司 然而美国自己 一直没搞清楚 这东西能干啥 以至于美军 虽然一直有在试用机器狗 但迟迟没能真正装备到部队 直到今年三月 美国空军才在 其首次同步和准备作战训练中 首次宣布自己 已列装了一款轻型机器狗 但是这款机器狗并没有武器装备 或先进侦察传感器等 只能用于半自动性质的基地内巡逻任务 这比起已经上了跨国演习的解放军机器狗来说 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可以预见的是 武装侦察型机器狗的铺开应用 将大大减少战斗人员在城市等复杂战斗环境下受伤或阵亡的概率 同时还将有效降低前线步兵的战斗压力 许多危险的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这些先进的无人平台来做 这一点美国人不是不清楚 只不过他们看到中国军用机器狗 在实战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眼红罢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想不想要一款机器狗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